美容院、戲院等的廚所年初七開始有望恢復經營 業界預料生意會反彈 未能復業的酒吧業界受話不公平 停業超過兩個月的健身中心、美容院、戲院等復業有望 有美容院業界說停業期間大部分員工都要放無薪假 現在有望復工,相信短期內有足夠人手 預計復業初期生意會較去年好至少五成 年初七亦都可以去看電影 香港戲院商會對有條件復業表示歡迎 各院線將會推出早前因為停業而積壓的電影 在尖沙咀有供應食物為主的餐廳酒吧 沒有受酒吧停業令影響 而今次可望復業的廚所不包括酒吧 酒吧業界認為不公平 過去這兩個半月停業期間 其實我們看到所有的餐廳酒吧 他們的客人一樣喝酒吃東西 其實是沒有任何的確診數字發生 也沒有爆發任何的疫情 我希望政府看得到這些餐廳酒吧都沒事了 應該盡快放寬這些我們叫做酒牌酒吧 放寬盡快復業 他說過去三至四個月 一千多間酒吧當中有一成已經結業 如果復業無期 預計農曆新年之後會再多一成結業 無線電視記者擅自報道